欢迎来到本教室今天的最后一场演讲 那最后一位讲者是赖振州Steven 他是银行中台云原生开发工程师 他目前服务于银行业对开放API充满热忱 喜爱写程式的他想要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所学 并和大家一同学习 那他今天的题目是Spring最新OIDC授权服务器 他希望为您带来Spring刚出炉热腾腾的开源专案 来快速的搭建OIDC授权服务器 透过OpenID多元身份验证 协助金融业开放API以及发现异常登入活动时 以事件来发动告警通知信 让银行导入数位整合服务的同时确保账户安全 那我们以掌声来欢迎演讲 好谢谢 喂 喂这样有声音吗 好谢谢大家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实验最新的OIDC授权 与Event专门融合 我喜欢显成是想透过分享给大家一同学习 限职国泰市网银行中台发展部原生开发工程师 负负责银行数位化与信息通知的设计与开发 对授权服务器如何搭建并想一旦事件导向的关系 以及对金融科技展望有兴趣的会众可以一起参与 谢谢大家 银行要数位转型开放API 很荣幸底 我在前一份工作与现在工作学习到OOS的知识 前一份工作我在Line的Client端使用Line跟Lobbin登录 现在我的工作则是认证授权的服务提供端 提供TSB业者登录根本的 结合了两者经验我奠定了Open API的基础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开放API代表给TSB业者去使用我们的API 而总不能认谁都可以使用对不对 所以有了OOS的授权流程 通过OOS的授权流程 我们可以确保使用我们API的人是我们信任的人 另外银行注重个人的金融资料 所以我们需要对个人的身份做验证 因此要在OOS的流程上 加入OIDC的身份验证机制 好,那我们先来一段demo影片 这段影片展示消费者在提供金融服务的TSB业者网站上 存取个人银行商务清单 左边它使用我们的网银做登录 右边使用GearHub做登录 登录后 会请消费者签署授权统一书 然后就可以在TSB业者的网站上看到账户列表了 大家看完影片是不是 和登录购物网站可以用Google FB或是LINE 以及使用账号密码登录事成相似呢 有的还会在账户设定中 会有联动账号的功能 如这张IETF的定义的授权流程规范 它着重在授权 还有授权以及授权 以及这张OpenID Foundation定义的认证规范 它注重在认证 还有认证以及认证 OOS 2.0 我们有提供四种授权方式 其中两种在OOS 2.1 即将移除 今天demo的使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授权码的流程 加上一个以上的OpenID Provider 就是如demo影片中 我们使用THub账号登录或是网银密码登录 接着我带大家一步一步看 我们的TSP业者网站 消费者以及浏览器 还有银行授权服务器之间是怎么互动的 首先消费者想要在TSP业者网站上 存取账户清单 他因为还没登录 所以导页到了登录画面 登录画面会请消费者选择 他想要做Github登录或是用网银帐密登录 消费者选择使用网银帐密登录 这时候TSP业者会向授权服务器的授权端点 去请求说我要使用网银作为我们身份认证提供端 然后就会导移到网银的登录画面 使用者输入账号密码之后 做到认证的步骤 认证完成 授权服务器再会回到我们授权端点 请使用者先属授权同意书 像是读取银行账户列表或是修改账户名称的权限 选择完授权同意书的那一个端点 它的端点会包含了TSP业者向授权服务器去注册的Client资讯 因为要先向授权服务器注册Client端才可以使用我们的登录功能 这些是我们的Client注册的资讯 有ClientID还有我们的scope要包含OpenID 以及我们的Reader UI 登录和授权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Reader UI回到TSP网站并细带授权码 TSP业者透过这个授权码向我们的授权服务器换取SSToken TSP业者并细带这个SSToken向我们的支援服务器提供账户期单 支援服务器会向我们的授权服务器去验证这个SSToken数是合法的 验证无误后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流弹器上看到账户清单 TSP业者用授权码换取SSToken时要带上客户端凭证 在这里我们称它Client Assertion 才不会有骇客帽用TSP业者的身份去窃取我们的授权码来换取SSToken 我们的客户端凭证长的是JWT格式 HELLO长得像这样 里面会包含我们的ClientID 这个是客户端自己用私钥来签发给自己的凭证 上面是我们的演算法 HEADER部分是我们签发的演算法 然后授权服务器就可以透过公钥来验证客户端数是我们新认的 客户端认证方式我们的授权服务器有其中六种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第五种用私钥的方式来做签名 得到SSToken之后我们的S 我们授权服务器还会再提供RefreshToken还有ITToken 其中SSToken和RefreshToken是OOS既有的 第三个ITToken是OIDC加上的 我们SSToken也是JWT格式 它的配料长得像这样 里面会有Client注册资讯 与其向授权服务器想要获取的全线范围 IDToken的配料格式长得像这样 里头会有使用者的资讯 用来核对使用者身份 协定中的Endpoint常用的有这七种 Demo中已经向大家Demo了三个必要的 OIDC就是在OOS为基础上强化了身份的认证 和使用者资讯的核对 将强化的Future整理如表 换取SSToken时我们还会 还会带上IDToken 以及我们Sofern储物器还会再提供一个 使用者居信的API提供查询使用者资讯 另外我们的Scope 申请注册的Scope一定要包含OpenID 我们才会走OIDC的认证流程 接着我们来看如何用九个步骤搭建授权服务器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QR Code 我们一起来看审视 好那我们大家应该都拍完了 第一步骤我们要建立专案 然后配置Library依赖 我们可以使用Spring Initializer 引入右边的五个依赖 其中最下面的Devast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第二步骤我们今天的主角 今天的主角要手动来配置 它不会在Spring Initializer里面选择到 之前没有这个开源专案之前 我们会使用下方的网址的专案来做授权服务器的开发 不过目前它已经停止维护了 我们现在用上方的网址来做授权服务器的开发 如果要使用到最新的OOS以及OIDC的规范 大家一定要用今天的主角来做授权服务器的开发 第二步骤我们要产生Ki-Store File 这个Ki-Store File是用来制作JWK凭证 JWK是什么呢 JWK是凭证的另一种封装格式 可以包含施钥或是公钥 在微服务的分布式系统中 可以协助确认来源端的伺服技术是我们信任的伺服器 例如刚刚提到的客户端认证是由 可爱签章、授权服务器验章 以及刚刚提到的SS Token、Refresh Token以及ID Token 是由授权服务器用施钥签章 Resource Server用公钥验章 这个好处是在换取SS Token的时候 我们不用带上可爱注册的帐号或密码 这里的密码我们称它Cly-Secret 这样子在做网络通讯传输的时候才不会容易被骇客窃取 接着我们要配置JWK Source 其实它就是将我们刚刚产生凭证的KeyStore File 凭证资讯放到JWK当中 配置完成我们就看在我们的授权服务器的JWK Endpoint 可以获取到公钥 Resource Server会打这个Endpoint去验证SS Token的有效性 接着我们要建立资料表 有四张表要建立 第一张是我们可爱向授权服务器注册申请 要使用授权登录的功能使要将可爱资讯放到里面 第二张表示可爱向授权服务器去取得消费者同意的内容使会存在里面 第三张表示是TSBA者存取消费者资料的授权码和SS Token会存在里面 里面会记录SS Token的过期时间 第四张表示网银的账密 第五步骤我们可以配置我们自己的JDBC的Driver 第六步骤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客户端的资讯写入到表中 客户端的资讯里面会有这九点 其中前面两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什么 因为它是账号密码 就是我们客户端向授权服务器使用的账号密码 第七点是我们的授权服务器的URL Domain要配置 配置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授权服务器的MetaDataEmploy 看到授权服务器提供给可爱端的API资讯 第八步骤我们可以客户化我们的UserInfo 也就是使用者资讯还有ID Token的Payload 通过官方网站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实作 我也是通过官方网站来实作的 第九步骤我们要配置Security Filter Chain 这个配置为了是要用来拦截授权服务器不同Mpoint的请求 以做出相对应的回忆 并配置确保网站安全的一些设定 这样子我们授权服务器就搭建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Client Server与Resource Server如何搭建 一样可以参考我的专案网址 这个QR Code跟前面的EMO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物件导向程式语言要使用EventDriven 我们以近年来热烈发展的JavaScript为例 因为JavaScript本身是EventDriven的 它的出现是为了要与EndUser在网页上互动 不断的去访问使用者滑鼠点提式键以及键盘式键 因此它有了Event Loop的设计 为了对事件做出回馈 因此我们可以整理出EventDriven三个重点 EventDriven是要了解使用者行为之后 它产生的事件 我们要去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 然后发生之后我们要给使用者回馈 在EventDriven的架构下 我们微服务会在事件驱动的架构下 当事件从外部进来我们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使用到卡布卡 然后我们Server作为消费者去消费事件 我们又可以发布事件到后台处理 可以发布到ReventMQ 这样子事件传输的方式会像这样子 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我们的Server自行产生事件呢 然后将事件存放在我们的Memory中的EventBus 然后自己处理 我们自己处理事件 有我们的授权服务器会为大家做认证的事件 在登录认证成功或失败时会产生认证事件 以及授权是成功或失败的事件 我们可以用Screen自带的EventDriver 来声明Listener来获取这些事件 我们就可以轻易地做到登录告警通知性的功能 我们可以参考官方网站的SourceCore 看它如何去注册Listener以及发布事件 Screen预测是使用同步的方式来消费事件 我们要记得使用EventDriver Async 这个Annotation做到一步消费事件 这个是发送成功通知性的成果 可以看到当我们登录成功后 会发送登录成功性 以及我们登录失败后 会发送登录失败的通知性 那EventDriver有什么好处呢? 如这只小狗它会做后空翻 观众看到后它会拍手 在这过程中小狗不用学习如何叫观众拍手 观众看到了就会很开心的拍手 在这过程中我们是一步执行的 如果小狗还要去告诉观众拍手 那它可能会跌得四小超天 所以物件导向的世界 就是要把现实世界中的物件映射到程式码中 如小狗后空翻方选 它使得观众拍手 使得观众拍手 这个事件 在FRP画成精致塔的形状 物件导向的基础 原本的特性是依然存在的 只是我们将Event以及 Relative的观念加上去 以下是FRP的参考书籍 那我们一起学习这种本分明风格 以事件出发来结合业务来驱动开发 希望可以让程式码与业务场景更贴切 最后和大家分享OIDC在基隆科技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OIDC可以做到多元数位身份认证 像是我们可以用网银帐银验声 还可以用FIDO验声 甚至TSP业者未来也可以做我们的登录方式也不一定 等到了区块链的技术以及法规成熟后 我们可以用区块链不可创感的特性 来做数位身份 金管会希望银行与TSP业者合作将资料共享 创造创新的金融服务 让消费者的福祉扩大 目前定义了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是商品公开资讯公开 像是汇率或是存放款利率的资讯 目前在第二阶段开放客户资讯 例如在记账软体我们可以看到账户余额 以交易名记 这个客户资讯是跟交易没有关系的 第三阶段我们会 未来我们将可以开放跟交易资讯有关系的客户资讯 获取鱼行将变成服务提供商 在电商网站我们可以用网银帐密登录 并在购物车中即时借贷 这时我们将真正进入场景金融 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谢谢两位大神级 还有贡献者对专案的贡献 这是我的参考资料 以及我的Github Page 欢迎大家Follow 可以透过右下角的email跟我互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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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任何问题吗 不好意思 我对OIDC协议那块比较有兴趣 然后 就我知道在那个OIDC的协议面有规定几个金融级的API 包括像是CIBA PAR跟RAR 那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流程 或者是你在像银行业的实物应用 不好意思 我怎么才了解CIBA 好 好 我想问一下 刚刚谈到OIDC 它有一个认证的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授权 或者全线管理的能力的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可爱像授权服务器注册的可爱资讯 里面的scope 会 会包含它可以使用的全线方文 所以刚刚的代码 有一些设计是可以参考 或者是要自己想的吗 这些东西 代码要自己想 不用那个 这个开源专案已经 已经帮您完成那个大部分的功能了 我们只要做刚刚的九个步骤 然后就可以把OIDC授权服务器搭建完成 然后如果要客制化 客制化的话可以去 去overline它的API 好 前面有说到就是 就OOS这边的部分 那这个授权server的话 为什么要升版 就是 是因为什么原因 会要security要升到OOS2 对 对 就是它用的library 不是刚刚有说它弃用了吗 它已经停止维护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因为很多的可能现行的系统 就已经有OOS 然后是用Spring Security 来做这个实作了 那这个的话好像是要整个替换掉吗 因为它停止维护了 将来如果有新的OOS规范 像是OOS2.1 或是OIDC 假如出了2.0的话 它将不会有那些功能 所以你们原本就是 有走OOS2 然后是Security的话 也都是全面升版吗 就是意义 目前我们还没有打算要升版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 我 我做 做个 就是有发现这个 所以 所以做个demo 跟大家分享 那不升版的原因 可以分享一下吗 因为有很多的系统已经 对 可能要 有 这可能要牵扯到架构师的 对 喔好 还有自然什么 好 好 谢谢 好 我想请问就是 是 下有提到Event Loop 那你是用传统TownCast 还是你用Netty 那种Event Loop的framework 我那个Event Loop是Spring里面自带的 就是刚才那个 Anotation Event Evison 所以 Server没有换 还是一样TownCast这样 呃 是 是Spring框架里面 OK OK 好 了解 谢谢 谢谢 还有人有问题吗 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好 那Steven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掌声谢谢今天Steven精彩的演讲 谢谢 谢谢